歡迎收看《在等三十》 今天和大家去大王宮玉佛寺和我佛寺看看 話說剛剛在6月7日 泰國政府公佈玉佛寺大王宮開番 可以讓大家參觀 所以不少泰國人都走去參觀 我這麼八卦都不例外 看看《久別遭逢》的玉佛寺內究竟是怎樣 再次來到大王宮玉佛寺 真是不一般 正所謂尿羅姆 剛才進來都首謂深言 不是普通的渠道 首先要經過一個萬事處 然後檢查你的體溫 電腦CAP你的樣子 然後檢查你的體溫 因為不讓拍攝 但很開心 它CAP之際有很多詳細 其中一個詳細 就是《年》 沒錯 電腦不會說謊的 《年》 然後再檢查QR Code 然後再進來這裡 之後第二個步驟 當然是要買票 外國人500匹 買完之後就可以入場了 進去之後 還黏著銀盆洗手 對呀 盆是銀色的 洗完之後 接著 還經過這個 四周自發噴霧器 沒錯 四周都有噴霧 噴一些消毒藥水 然後就可以進入了 進去 也有不少告示 叫大家小心這個社交距離 對呀 好記得上次來這個大王公浴佛寺 就是在緊急狀態令實施之前 進來都還有一些歐美遊客 現在外國遊客全部沒有 只是下於本地人 又或者是在本地的外國人 進來你會看到四周 都有些社交距離的牌 像這個 此時此拍照 就真的不需要擔心拍到 露人甲月餅 喂 人子無敵影槍 其實有關於浴佛寺的資料 網上有很多 大家上網查一下 自然一清二楚 我都不需要去抄書 跟著再朗讀給大家聽 反而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話說 在浴佛寺外面 往往有一些老千 雖然我說泰國人好 但也會有一些壞人 往往會告訴你 今天休息 你不要進去 今天裡面有慶典 你不如去一個Nekki Temple 或在哪裏 在哪裏 在Bubber Set 會出現的車椅 去買假寶玉 第二 作為一個國家級的佛寺 這裡有很嚴格的Dress Code 於是 背心短褲拖鞋 或是女士們 穿得太性感 都不可以進去 不過裡面有個位置 有一些衣償 可以租給你 你可以用來用 而此時此刻進入這裡 更加需要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就一定不可以進場 第三 因為這裏實在太漂亮了 有不少朋友都說 美得這麼厲害 不如玩航拍好 這裏就很差 這裏是不可以玩航拍的 無論你申請也好 不申請也好 都是不可以的 於是 如果你覺得 我是遊客有什麼所謂 假裝不知道便可以了 你堅持這樣做的話 就準備在泰國有個遊場假期 看來吧 眼前所見 真的有很多泰國人來這個浴霍紙抄觀 除了免費之外 因為衣償太漂亮 平時如果要來參加 可能真的太多遊客 和好逼 但是現在 只是泰國人才可以來 所以大家都可以隨便拍照 看得很開心 雖然見不到路人甲月餅 但都見到很多泰國人在拍照留念 真的 對於泰國人來說 此時此刻來這裡 除了因為不用錢之外 更加可以落得清閒 可以拍很多美照美景 所以 幾專業的器材都帶進來拍照 甚至乎 帶上媽媽來拍照 說明浴霍紙 當然要看看裏面那磚浴霍 真的很多人 不相信 看外面的鞋架 就知道了 鼎鼎大明的浴霍 就在裏面 不過文明規定 裏面是不給拍照和拍照的 只能在外面拍照 大家記住 所謂入鄉隨俗 跟泰國人一樣 拜完之後 都會用這些蓮花 然後浸一些聖水 為自己祝福 希望身體健康 全世界都好 個個都好 祈求欲佛保佑 各位觀眾 我終於做得到 這位置是一個很漂亮的 拍照打卡位 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很希望能夠在這裡 拍照影片 或拍照 但因為太多遊客 永遠拍不到 但此時此刻 終於可以拍得到 雖然說了很多次 但也想再說一次 有朋友問我 想來這個浴霍寺大皇宮 可以在這裡留多久 值不值得來 這些真是好看你過人 舉例 我自己很喜歡泰式文化 像這些長話 是由國家級的偽製膠 畫上去 不是電腦編出來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每個位置都不同 走完後 可以看到很多的神馬故事 對於我來說 在這裡逗留半天都沒問題 但對於有些朋友 可能因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又或者覺得 都是佛像 又或者都是圖畫 可能覺得沒什麼意思 但我自己來說 我非常推薦 要解釋清楚 相機也好 手機也好 都是機器 不及得慰的肉眼 靈魂之窗 現場所見 這些看起來 類似黃色的 其實是金色 有少少金光閃眼 你說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不可以看了當來了 去完肉佛寺 接著進入大王宮的範圍 大家來這裡都會知道 可以在這個範圍 拍照留念 看到這裡又要補充一下 有些朋友問 來參觀大王宮 是否可以進去參觀 皇室成員睡覺的床 坐過的椅子 甚至乎掛在這裡的豪華水晶燈 其實大家是不可以進去參觀的 有時只是某一些時節 某一些日子 可以讓大家進入 但基本上 大多數的日子 大家只能在外面 把照片留念 終於可以脫下口罩喝一杯飲料 還有冷氣 雖然你來過大王宮的佛寺 很多次 你未必會過來這間咖啡店喝 因為你可能覺得太遊客 但其實一點都不遊客 後面都是泰國人在這裡喝飲料 當然啦 如果有遊客來買 難道不做生意嗎 那杯飲料都是幾十匹有交易 最重要是可以坐得舒服 可能說 哇 戴熱天時戴著口罩 整身汗很辛苦 但魚人軍更辛苦 整套武裝 哇 站在這裡真是日曬魚 比我們更辛苦 所以作為一個居泰國人 就算在泰國人說都迷嘮流離 都不得了 人們相信你是泰國人也好 你進去還得到買票 不要說 我又賣了泰國人 因為泰國人覺得好 然後省下我500筆 就當幫助和支助 這麼說 一場來到 到懸浴佛寺大王宮 當然是去買完我佛寺 享受一個按摩 咦 為什麼 為什麼?外國人不讓進去? 不是吧? Only Thai People, 外國人不可以? 那我怎樣? 想知道遺中可不可以進去臥佛寺做按摩 以及裏面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請